旅居美国五十多年的华侨工作军 以人弱己弱的精神 用一己之力 拿出自己辛苦集存的三十万养老金 购买口罩和眼罩等防疫物品 运往大陆 支持中国战胜疫情 他希望号召更多的海外龙的船人 加入到他抗疫情救中国的行列里 集资购买更多的救援物品 运往中国疫区 当我看到中国大陆武汉的问题 这么严重的时候 甚至于真的所谓是束手无策 连医生都死了 我痛哭 我想怎么办 我旁边的基督徒朋友都告诉我 我们在美国只能替他们祷告 我不是那么的人 我不是消极的 我当天晚上 我就想 怎么样子买 买这个 医护的东西去啊 但是我知道口罩都卖光了 货都没有了 但是一看报纸 看到这个眼罩 新的是大陆要的 而且是保护医护人员的 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这个爱心 我说我要买这些东西送到大陆去 希望领事告诉我这个签证有没有问题啊 什么的 因为很急 他说好 那我帮助你 只要你来签证 绝对帮助 而且你说你要带十个人进去 到不同的十个不同的城市送货 也可以 自称龙的传人工作军 前往中国领事馆 咨询如何捐款捐物 得到中领馆的肯定和支持后 他与波尔森制造商 签订并购置了十万个口罩和五万个眼罩 在中领馆的协助下 他的抗疫物资已经寄往中国 并转交到了最缺物资的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我买十万个眼睛护照 全部给医院 全部给领事馆交代的医院 最好这十个地方 每个医院都有 然后呢 我希望我收到的捐款 可以买更多 送给更多的医院 因为这是保护人 然后另外那个Mask呢 是给受难人的 那么领事馆给我的资料也可以 因为我相信中国领事馆不会骗我 一定会送到这个要的人手里 而不是给人家转卖 然后呢 我也会经过我基督教朋友的道路 捐给他们需要的人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还不能死 虽然是束手无策 虽然是hopeless helpless 但是我们在美国的 好朋友 好朋友 热爱祖国的好朋友 都会捐款捐 买最新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走在最前面了 他们下个order都给我 买更多 买更多 送进去 送进去给需要的人 让中国人能够活久一点 工作军希望 希望个人抛砖引玉 号召海外华人 共同筹款捐物 他的目标是 再筹集100万美元 购买最新 最急需的防疫用品 并亲自送到中国去 以表达在美华人 和祖国隔山隔海不革新 共同为救灾救人而努力 感谢观看